大家好 我們是炎鶴施政 今天我們在和國擺一個街站是想反對安心出行 因為我們知道現在政府推行了一個安心出行的手機程式 是要我們去到不同的食肆或者不同的場合都要使用的 我們覺得這個其實是完全剝削了我們做人的自由 也是把我們的手機 把我們去到哪個位置完全暴露給政府 我們令到我們自己沒有私人 所以希望這麼多香港人 希望這麼多香港人的街坊 無論玩得多麼開心 吃得多麼開心的時候 都絕對不要用安心出行 而市面上亦都有很多安心出人的翻版 大家都會覺得可能是玩家 但我希望不要用那些安心出行的翻版去欺騙政府 因為這樣不是一個反抗的後衛 我們用安心出行翻版 我們去輸入那些假的地址去告訴我們我們有一個安心出行 其實這樣不是反抗的後衛 而我們真正要做的就是去填那些資料 我們知道的 我們可能進不去的 但我們可以選擇去填資料 我們可以選擇去填一些假的資料 我們增加他們的負擔 我們增加這個食肆和政府去處理我們資料的負擔 令到我們減少 導露了我們自己的私隱和政府 在這個公眾上的危險 我們是可以減少這個危險的 用安心出行翻版絕對不是一個反抗的方法 真正反抗的方法是 我們不去用安心出行 不去用安心出行之餘 我們要增加他們處理我們資料的一個負擔 當我們增加了他們處理我們資料的負擔的時候 他們就會開始反省 究竟是不是真的需要去收集我們的個人資料呢 是不是真的我們去到每一個地方的時候 我們都要填我們的健康資料呢 其實是不是真的有這樣的必要呢 究竟現在政府是以抗疫為名 究竟是我們在抗疫啊 還是那個政治的操控呢 我相信這麼多東西都很清楚 現在政府就是以抗疫為名 政治打壓為實 它現在控制著我們 它監視著我們 監察著我們去哪裡 而身為一個香港人 相信我們的自由是有權利決定我們自己去變 我們也有這個權利是不給監察 當我們面對政府一步一步的剝削的時候 我們可以做的就是去反抗 我們不去download安心出行 我們去填資料 填一些假的資料 增加他們的負擔 沒有人會知道你填那個假的資料的 希望這麼多位不要回復在這個極權之下 因為當這個極權的打壓 極權的壓迫越來越近的時候 香港會不會變成中國的其中一個省啊 我希望不要 希望不會 因為從開放至今 開放的時候 我們在英國的殖民地 九七主權移交之後 我們做了中國的殖民地 香港一直沒有解析到 我們香港人現在就要解析 我們香港人要自權 我們要決定我們自己的命運 我們要拿回屬於我們自己的自由 我們要言論自由 我們不被監察的自由 我們去哪裏的自由 所以這個禮拜我們燃鶴施政 今天會在黃國擺一個街站 藉著安心出行的一個議題 也都希望呼籲這麼多的香港人 可以繼續跟我們對抗這個極權 不要放棄 不要溫貨 不要用了安心出行 每一次填資料可能真的很麻煩 但是我們真的可以填一些假的資料 我們不一定要被真 其實我們真的可以做很多事 去增加他們的負擔 大家好 我們是燃鶴施政 今天我們在黃國擺一個街站 是想這麼多位可以反對安心出行 不要讓安心出行 當我們的極權 在越來越迫近的時候 我們可以做的事 不是去溫伏他們 而是我們可以去增加他們的負擔 我們可以填一些假的資料 去令到他們增加取得我們資料的負擔 同時 我們可以因為這麼多的香港人 可以不溫伏在極權的之下 極權的打得越來越近 他們以著抗疫為名 即是政治打壓為實 一次又一次的風推 現在用安心出行去監視我們 監察我們 當香港人變成中國一個散 甚至其實現在安心出行 和我們周圍的燈 和之前中國的一些人面監察 其實是一樣的 希望這麼多位可以繼續反抗 不要令到香港變成中國一個散 我們要正式解藉 香港人要解藉 我相信是很難 但是由1841年開放的時候 我們給英國殖民地 我們之後做了中國的殖民 1997主權現在我們所謂的回歸 只不過是變了中國的一個殖民地 香港人我們要做到解藉 我們要拿回我們屬於自己的權利 我們要拿回我們自己的主權 我們不可以給中共 不可以給這個極權繼續去打壓 希望這麼多人可以看清楚 所有以防疫為名的政治措施 其實全部都是政治打壓 全部都是政治的操控 所有的覆軌 它會令到我們香港人害怕 令到我們香港人沒有自由 一步一步都在剝上我們的自由的時候 我希望這麼多香港人可以做的 不是去活復 而是選擇去反抗 不要覺得在國安法之後就害怕 希望這麼多香港人不要因為國安法就害怕 因為我們不能害怕的 那難道當這個極團跟我們說 呼吸都犯法的時候 我們就不去呼吸嗎 難道這個極團跟我們說 喝水都犯法的時候 我們就不去喝水 是不是這個意思 有什麼問題 是不是我們連呼吸都犯法的時候 我們就不去呼吸嗎 是不是因為這個國安法這麼無理 我們就要去溫服 我們不可以去溫服的 所以希望這麼多香港人 希望這麼多香港人 可以不要溫服這個政權 可以明白所有的防疫措施 都是一個政治的打壓 政治的操控 所有風區安心出行 全部都是政治打壓 也都不要溫服在這個極權之下 不要自我審查 因為 難道當這個極權叫我們呼吸 都是犯法的時候 我們就不去呼吸嗎 是不是這樣 是不是要令到這個中共 打壓到這個地步的時候 我們才懂得反抗 所以我們炎鶴施政 今天在這裡擺街站 也都希望可以勉勵這麼多香港人 可以站出來 和我們一起抵制 安心出行 和我們一起站出來反抗一個極權 我相信這麼多人 都會很有無力感 因為在2020疫情之後 其實是一個社運的低潮期 大家都覺得很多事情都做不到 但其實大家都可以想的就是 有什麼是我們可以做到的 而我們抵制安心出行就是 我們可以做到的第一步 也都有很多事情是可以做 我們可以去送車 我們可以旁聽 我們可以去談截 梁天爺也說過 很多事情 很無力感的時候 唯一可以做的就是 令到自己變得更加好 我相信 這麼多的香港人 其實都做得有抗爭的意志 在這段時間 在這段社會 低潮期的時候 我們不單止要做的就是 不斷地抵制 不斷地去反抗的權 的措施 極其所謂 以防疫為名 即時打壓的措施 的同時 我們也要珍惜自己 我們需要去讀多些書 了解一些香港的時事 我們了解一些香港過去的歷史 其實你會發現 香港是真的有很多事情 我們都不知道 而我們也有很多事情 需要去學 當我們明清楚過去的歷史 和我們知道更加多香港的政策的時候 我相信香港人自決 我們自己決定自己的命論 自己決定香港的去向 絕對不是一件難事 也絕對是有可能的一件事 多謝 task 又想要來 計分 出來 像任由 算了 到 威力 我猜他什麼鬼用啊 他是烏蝦的 大小鐘的烏蝦 很厲害 放小的烏蝦 不是我去做什麼 我去做什麼 大小鐘的烏蝦 更厲害 全人應該是什麼聲 我猜他什麼鬼用的烏蝦 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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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嘩嘩嘩嘩 嘩嘩嘩 嘩嘩嘩 嘩嘩 嘩嘩嘩 你先出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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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嘩 Kristening 大家好 我們玄學施政 我們今天會獲獲這個地方開街站 其實今天有兩個目的 第一個目的是 希望大家可以背獲這個安心出行 第二個目的我們知道 在這個世界之下 除了我們之外 還有很多很多的人民 是那個政權在壓迫的 我們希望借今天街站 可以提醒大家 可以聲援一些緬甸的 一些為民主自由 要走上街頭 甚至是犧牲了自己的性命的人 我們希望大家 不只是關注我們本土的抗爭 我們更加要放眼國際 所有在這個世界之下 這些極權所壓迫的人民 我們理當要連成一線 我們理當要團結一致 我們希望我們香港人 在當初我們受了其他國家的恩惠的時候 我們現在這一刻 可以幫助其他國家的手足 其他都是為了民主 為了自由 而站出來 甚至以行動 去表達那些信念的人士 我想告訴大家 是昨天 是緬甸有一位16歲的男生 他被一個政權 去用一個十彈 去射擊在他的頭 去導致他死亡 我想告訴大家 除了香港之外 在這個世界的各個地方 還有很多很多的人 都為了民主自由 而繼續堅持下去 而緬甸的人民 讓我們想面對的困境 是更加之大 他想面對的不單止是個極權 更加是個軍權 可能大家會不滿意 避免一些領導人的做法 但是想告訴大家 我們不是因為他的領導人 他是一些掌權者 而不支持 不聲援他們的一些人物 因為我們知道 我們所有 為了這些事情 而站出來的人 我們都是手足 我們需要齊上齊落 當看到我們身邊 看到香港 有些手足 被極權壓迫的時候 我們要出聲 當國際上 有些手足 壓迫的時候 我們更加需要出聲 因為滴水之音 被人湧傳相報 是2019年的時候 有數以十九的國家 聲援香港 為了民主自由 而走上街頭的人 我們希望現在這一刻 大家都可以聲援他們 除了關注緬甸的時事 我們希望大家要關注香港本土的事情 在這一段時間當中 可能武漢肺炎第四波的疫情 是有所好轉 但是這個極權 趁這一段時間 一段去強推惡法 無論是當初的封區 當初的全民強健 還是現在這一刻 推的健康馬 推的安心出行 其實我們知道 安心出行 是這個政權 以抗疫為名 但實際 是監控為實的一個程式 甚至是一種手段 我們希望大家面對這個政策 面對這個極權的時候 我們要反抗 我們希望大家都願意和我們 站出來一起反抗 我們不單止 我們呼籲我們身邊的人 一起杯葛這個程式 我們知道可能有些人 會迫不得已 會進入政府的場所 或者進入一些 吃小的吃飯 我們希望大家都沒有用 要安心出去 而是用其他不同的方式 因為知道坊間 其實流傳著很多不同的方式 我們可以打開這個肉 我們知道香港由 我們擁有的就是創意 從2019年至今 我們使用了無數的抗爭方法 就希望香港人是有創意 我們用了不同的方式 去對抗這個極權 我們希望在這一次這個政策之下 大家都可以用自己的一個小聰明也好 用大家的智慧也好 去對抗這個政策 在同一時間 我們希望大家不單止 只是想想怎樣對抗這個政策 而是從根源性去反抗 因為當我們適應了這個政策之後 未來它會打壓它的監控 只要越來越大 香港自這個安心出行之後 進入了一個大時代 一個數碼監控的大時代 我們希望大家都會心知肚明 如果在這一刻 我們選擇了信蟲 如果在這一刻 我們選擇使用了安心出行 那未來 這個政權有更加多的理由 當然有更加多的借口 去推行更加多不同的政策 現在這一刻是中國大陸 就算買一把刀 都要做實名制 未來香港 就算打一個交通工具 都需要實名制 如果這樣 我們香港人 我們身為為人 最基本的權利 自由的權利 就被政權無限地打壓 同時安心出行 擴充這個政府權利 擴充警權的一個方式 我們希望大家不要信蟲 我們希望大家一起反抗 我們已經無路可退 我們希望大家都願意 跟我們繼續一起同行 不單止關注香港的時事 我們要放眼國際不同的社會 我們身為為人 我們就必須為民主 自由 要去奮鬥 要去努力 我們希望大家都願意 跟我們賢學施政 繼續同行 而我們一色相傳 抗生到底 今天這個街站 將會開到六點鐘的時間 我們希望大家都可以 去拿我們單張 因為這個單張 我們整合了這個安心出行 裡面不同的資料 或者是安心出行 有些不好的地方 甚至我們怎樣去反抗 這個安心出行 我們希望大家都願意花 少少時間 去拿這個單張 去看一看 同時有另一款單張 是醫管的員工陣線 他們所設計的 當初不單止包括了一些 安心出行 更加包括現在內地 我們政府說 要引入內地的醫護去進入香港 但根本香港和內地 是兩個不同的 這個醫療的體系 兩者是沒有共通的一個支撐 根本就不可以 令這個政權 是以這個幫助香港抗疫情為由 而引入更加多的大陸人來到香港 我們希望大家 在這個院台一起奮起反抗 我們現在已無路好退 我們希望大家 這段時間可能是一個低潮期 在一個抗爭的低潮期 但是這段時間 我們需要繼續增值自己 我們需要試機而起 我們相信下一個機會來臨的時候 我們香港人會揭光再起 未來我們和香港人會繼續堅持下去 我們希望大家都要和我們繼續同一陣線 我們在各自的崗位當中 在各自的戰線當中 我們各司其職 我們繼續團結一戰 為了香港從光而努力 我們相信我們的夢境 終究會實現 只要大家繼續堅持下去 而我們希望下一場抗爭來臨的時候 我們不單止和勇不分 而是大家都變成一個戰士 大家都一個勇武抗爭的思想 我們希望接下來 我們可以繼續街頭相見 繼續在不同的戰線當中 繼續相見 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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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